市場上跟你相似產品的品牌 這些競爭罪手這麼多 我的品牌到底要如何脫穎而出 以下有幾點要跟你分享 尤其是最後一點 記得把影片看完 第一不要一開始就馬上投廣告做曝光 而是先找出你產品獨特之處 也就是賣點 不然大家都賣類似的東西 為什麼我要選擇的品牌 第二就是不要創作內容都圍繞在產品本身 而是思考勾起人性渴望的部分 例如像健身房賣的是瘦身 賣的是正機曲線 但他同時也賣社交 大家一起參加課程 互相認識 針對這部分的TA 滿足人性群聚渴望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人性渴望的部分 再來第三也就是最後一點 就是結合前兩點製作出吸引人的內容 然後選擇多個行銷賽道去做曝光 尤其是斷鷹這個賽道 因為斷鷹等於是讓潛在消費者 先免費體驗你自家產品 加速品牌的新戰率 但你看其實蠻多的品牌自身的官網中 連結其他行銷賽道 像是Facebook IG 或是LINE的官方帳號連結 很少有看到整合影音行銷賽道 像是Ttalk或是像Youtube 如果有連結 是不是也可以同時幫助斷鷹的Ttalk流量 也同時幫助對品牌的新能感 所以賣點加渴望 再加上結合斷鷹 讓品牌脫鷹而出 那未來會不會很多的品牌 也要增加斷鷹這樣行銷賽道呢 你覺得呢